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建文 来果然嘎空 今天果然直接往上嘎了 而且是由什么 由台子十一来嘎 来带这个大盘 那很多投资朋友 现阶段一定什么 一定不知道该怎么做 为什么 因为今天涨上来量榜而不够了 那该怎么做 我会跟各位好好的一个分享 那不过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什么 可能在上个礼拜 有拿到我们这份资料 来拿到这份资料 等一下我们来看 拿到这份索马股的一个资料 法人索马股的资料 那当然今天很多股票 持续发酵 持续发酵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很重要了 接下来要如何 能够帮助你自己 好好的掌握这波行情 就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 也许建文帮的上忙 来 果然嘎空 我想今天一定什么 一定让很多 在上个礼拜五 放空的空军 弟兄 空头 不知道该怎么解盘 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五 建文告诉各位 一个震荡养空的一个格局里面 大盘不过跌一百点 一百多点 如人饮水能卵自知 操作很重要 如果你想要面子 指数要涨 可以 但是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里子 也就是影子 来 古连加空 今天果然加空了 果然加空 F连德今天再创新高 过高压回 滑通大涨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滑通 滑通我什么时候告诉各位 来10月17号 10月17号 1分26秒的一个操作逻辑 什么是1分26秒 等一下我们就好好的来讲这个故事 有时候做股票 你要知道那个故事 你要知道那个方法 你掌握住那个方法之后 其实你不用接着去追滑通 因为你可以买在相对低点 这个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 来 F连德今天再创新高 过高压回 来 滑通大涨 滑通大涨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1分26秒的操作逻辑 来 今天台股加減指数涨也涨不多 涨了68点19点 但是够了 够了 如人饮水能卵自知 够了 眼见为凭 眼见为凭 上个礼拜五 等一下给各位印证 我们说右空之后要嘎空 谁也夺不走你的智慧 我相信现在很多 看见闻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绝对是有智慧的 包含最近很多打电话来 不管是问你手中的FTPK也好 问你手中的宏达电也好 问你手中的玉金光也好 甚至是在上个礼拜来索取 把人第四季索马股资料的投资朋友也好 你绝对是有智慧的 来 谁也夺不走你的智慧 眼见为凭 不过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有智慧的人要跟有智慧的人在一起 有智慧的人要跟有智慧的人在一起 你才能够什么 你才能够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 就好像最近有很多 我的一个什么 我的一个特别会员一样 打来跟我聊一聊 我觉得从各位的一个什么 口中里面 我们也大概知道 现阶段投资朋友的一个现象 心态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FTPK惹到了 我玉金光惹到了 我洪达电惹到了 可是到底该怎么做 一定有那个方法 而且我们要告诉你如何掌握住 来给各位印证 这是10月25号 来10月25号回测20日均线 有没有 空军松口气是翻空还是震荡右空 我是不是直接告诉各位震荡右空 震荡右空 欧美股市抗回不回 台股先蹲后跳 今天先跳了一下 小跳一下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要提欧美股市 欧美股市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今年以来最邪恶的一波涨势 我必须提醒各位 因为现阶段已经有太多人 在讲欧美股市建高点 结果欧美股市不但没有建高点 我给各位印证 来 你有没有发觉到 Nesdaq在上个礼拜五再创新高 盘后盘还大涨 S&P500再创历史新高 盘后盘一样大涨 Dow Jones已经快要过高了 已经快要过高了 除了这个之外 你要注意德国股市 德国股市今天下午盘一开 再创新高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如果你拘泥在什么 拘泥在 到底是复苏还是泡沫 复苏还是泡沫 我要告诉各位 我要告诉各位 你们现在看的 你们听别人讲的 绝对没有建文讲得清楚 因为我们是念国际财经的 我要告诉各位 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看 股票市场是领先指标 国际股市的空头已经被咬住了 多方只是多赚少赚的问题 如果多方是少赚 多赚少赚的问题 我要告诉各位 那你务必要把握什么 务必要把握台股这一波 资金在哪里 趋势就在哪里 所以资金在哪里 趋势就在哪里 你要懂得去锁定第四季的法人索马股 今天持续发酵 你有拿到那份资料 你就知道今天这些股票 还是很强 来 挥别困境迎向光明 挥别困境迎向光明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手中持股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们一起想办法 看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想办法 看要怎么做 建文有办法给你们赌三天忘 建文要用什么方法给你们赌三天 我们大家懂 大家想办法改革 把问题解决掉 想办法赚钱那还重要 来 今天10月28号 来 我说十个经济学家有十一个理由 十一个看盘的一个方 十一个看经济的一个角度 十个经济学家都看不准了 你们怎么去看经济 如果 我假设说 因为现在有人说是泡沫 有人是说复苏 我从欧洲的一个角度 我看到复苏 如果真的复苏 那这波行情 你可能放空会被嘎得很辛苦 很辛苦 来 先嘎再说 今天果然先嘎再说了 我是不是在上个礼拜 我就跟各位讲今天先嘎再说 果然先嘎再说 但是问题来量说 量说 补量 你就面子跟银子 全部都给你的啦 如果这个行情能够补量 面子跟银子 全部都给你的 建文老师不一定呢 指数在涨 我的股票在破底 指数在涨 面子给我了 我赚了指数赔了价差 对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 我们现在一起努力 我们现在不能开玩笑 一定要买对股票 有时候 有时候 我把你们倒三天的时候 我尽量下去做 我尽量下去做 我不会跟你讲那些五四三的 该怎么做 我们就想办法一起把它做 把它处理好 来啊 面子跟银子全给你 那如果不补呢 观众朋友如果不补呢 我告诉各位又玩再嘎 又玩再嘎 来 全球股票市场迎接 最邪恶的一波涨势 放远一点 让观众朋友 把那个字看清楚 全球股市迎接 最邪恶的一波涨势 比价或补涨效应 你不能错过 你不要错过了 持续发酵 持续发酵 锁定第四季的法人索马股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来 那你有没有发觉看过来 这是我跟各位讲 电子电子电子还是电子 来 扩散效应从Google 从Emeron Emeron在上个礼拜 有创新高 有没有 Apple要公布财报了 Microsoft公布财报 超乎市场预期大涨 有没有 Google Emeron Apple Microsoft Facebook 我要告诉各位 这全部都是科技 全部都是科技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除了国际股市告诉各位 你要好好把握这波行情之外 方法在哪里 我觉得方法很重要 因为今天发行一个现象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发生一个现象 那这个现象就是 有些投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你去做一些股票的时候 尾盘杀下来 你紧张了 你紧张了 我们来看怎么做 来 1分26秒的操作逻辑 这个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 这是在10月27号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这个 1分26秒 当初的滑通股价位置 大概在13.7 13.8 今天涨上来 这是2454的连8颗 也连跌都不跌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操作逻辑 在讨论这个操作逻辑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 因为今天 有一个观众朋友说 哇 建文老师 我拿了你这份资料之后 我好开心 因为 这些股票早上都往前冲 我也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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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下去买 你说把人索马股 结果他买到哪一档 来 他买到这一档 来 他买到4114的一个剑桥 剑桥 观众朋友买了之后 开始往上了 把人索马 把人索马 没有错 把人索马 结果呢 尾盘 搭到相对低点 平盘 也没有相对低点 他开始紧张 开始坚定 这就是我要告诉各位的 有时候股票市场的一个现象 你要知道说 该如何去操作 很重要 喜欢说你督有这个状况之后 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你拿到资料之后 你没有去注意到 这一档股票 我们是在22号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就开始帮观众朋友追踪了 后来今天拉上来 留了这么一根长的上影线 而且又一个亮出来 短线上会不会整理 会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要再找另外一个剑桥的切入点 听清楚 我们要再找剑桥的另外一个切入点 法人索马 高手过招 所以今天尾盘震荡加剧 我来带你做 我来带你做 也许有其他的观众朋友讲说 其实我也遇到同样的状况 我也遇到同样的状况 什么状况 我遇到说 我看到你的索马股 今天早盘都是往上冲 有的股票甚至还创进其新高 量价很漂亮 我下去买 结果尾盘震荡 没有赔钱 但是也在成本附近 该怎么办 那我真的要告诉各位 因为最近很多投资朋友 打来公司 问最多的是宏达电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宏达电你想要加倍奉还 你不动作 怎么加倍奉还 很多观众朋友来问的就是FTPK 今天FTPK又直接杀下来 很多观众朋友就是来问郁金光 郁金光今天一定要杀下 但是那个 现阶段这些股票 不是所谓的一个波段的问题 包含像我现在跟你讲 的一些法人的索马股 是这两个月操作的重心的问题 有问题我们就想办法 我来帮你们改管 来 短期 这是我帮各位争取 短期 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做 让我来 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做 我直接跟你说 因为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状况下 你会很紧张 你会遇到问题的时候 因为今天这个现象 有很多观众们讲说 我资料拿回去 这群资料很重要的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又不想错过 建文你又跟我讲说 这个行情要把握 真的要把握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许啦 也许 就像我刚才讲的 有智慧的人要跟有智慧的人在一起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打拼 我想 这个东西交给我来 交给我来 交给我来操作就好 包含像什么 包含像宏达电也好 郁金光也好 FTBK也好 交给我来 交给我来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一起什么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 1分26秒的操作逻辑 为什么我当初会在10月17号 告诉各位1分26秒 为什么要提醒各位 因为今天故事出来 有什么故事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再来告诉各位说 你该怎么做 当然你有需要 我们能够帮助的 我们尽量帮助各位 下个阶段回来 大家好 我是张飞 我喜欢骑哈雷 玩风凡 打高尔夫 整个淡海 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郑重推荐 淡水最优质的歌案 假期人生 乐活成真 宏盛新世界二 您一定要来看看 2622-6888 宏盛建设 信息贷销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都有奇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 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资情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专专专业 最专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专专专业 最于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升天药装 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beş 升天药装 爸爸 鹅排气 sund 鹅排气密窗 专专业副文是岛块 执密性能超越国家 标准三云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就是宁静地停泊港 羽排气棍 搭枫 处接兄弟 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有当时真的是方法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在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告诉观众朋友有时候真的是方法 看大盘又有看大盘的方法 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五 我就直接跟你讲今天先跟他再说 那现在没有量 没有量会不会震荡又空 或者是明天直接补量跟他上去 那我要告诉各位 你的原则是什么 你原则是现阶段你不要偏空操作 但是更重要是什么 指数是这样做 更重要是你股票要选对 你股票要选对 不然我说真的 这个大盘面值跟理值就算都要给你 你没有办法掌握下来 也很可惜嘛 也很可惜嘛 尤其当你看到我们帮观众朋友整理这么 这么重要这么有用的资料的同时 你不会做也很可惜嘛 我觉得啦 有当时想要人到三天的时候 你跟这个人说 我最有办法我们大家到这里来做 我跟你们到三天了 来 那再跟各位分享 一分二十六秒的操作逻辑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了 这个今天还是很多人问 Apple十月二十五号再创新高 Apple十月二十五号再创新高 那很多观众朋友讲说 哎哟那是这样 怎么了 观众朋友怎么了 那是这样 FTPK今天又打下来 郁金光又打下来 那是这样 如果你会问那是这样的时候 你必须要想清楚 接下来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要的不是说我一档股票 我现在报能够解套 你要解套现在已经很难 难如登天了啦 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你必须要想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在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跟各位讲的 不是没有机会 而是这个机会该怎么做 要怎么做比较重要 你不知道说要怎么做比较重要 我来给你赌三天 总是有一个方法 总是有一个方法 我们一起来努力 其实已经很多观众朋友 其实已经开始 开始接受我们的建议了 来 这十月二三 我帮各位画出来的区间 有没有 我说你现在要在你教 你拿出二十万 三十万来操作TPK 你可能操作不下去 那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有两张 你拿一张借我 我来帮你规划 那郁金光也是一样啊 有没有 可是很多观众朋友 如果你接受我的规划的话 你就知道区间在哪里 区间的上远你先不要买 区间的下远你就可以进场坐 然后你可以来回坐驾 跳到第二个区间的时候 你要观察一下 就像什么 就像宏达店 有没有 那你有没有看到 十月二十五号拉上来 一步一步先踏稳 先做价差降成本嘛 你这样看你也知道说 你原先买在三百块 或买在三百五十块 四百块的FTB 不可能一次上去嘛 结果你会发觉 今天这样杀下来 那当然问题来了啊 我不要各位杀在低点啊 我也不是那么残忍的人啊 我不会像其他人跟你讲说 没救啊 没救啊 没有救了 任何人都有救 任何人都有救 看你怎么做啦 凭良心讲啦 其实我们就好像是什么 我们就好像是股票的医生一样 只是说股票的医生 我们去医这档股票 我们能够医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真的要看个人啊 那你说这档股票 有没有可能依重回 把它依好重回三百五 重回四百 重回五百 我要告诉各位 目前看来很难嘛 很难嘛 你有沒有发觉到 所以你现在要想说 不是要解套的问题 是要降成本的问题嘛 有没有 所以我是不是去肩给各位了 我是不是去肩给各位了 那你就跟我来做嘛 跟我来做嘛 有没有 那包含像什么 包含像郁金光 你要把钱赚回来 把信心要回来 不是用嘴巴讲 不是要 10月25号高低点 竟然在早盘就已经出来 那你就要预期到说什么 预期到今天会这样啦 与其过度的期待 不如用心的规划啦 至少我们今天 我们现阶段 我们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啦 你很少看见我跟你讲说 股票涨停股票涨停 那是其他人在做的 因为与其去讲一些 会员做不到的 道路我们更用心来帮 就算是你今天来找我 希望我帮忙你的一个团队成员 我来帮你该怎么做 那才是重要嘛 你去参加其他的一个团队 当你看到你们老师在旁边画涨停板 但是你手中没有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什么想法 还是说像建文告诉各位的一样 我们一步一步来 好的股票我推荐给各位 包含像所谓F联德 包含像华通 F联德兼创新高 华通兼大涨 我推荐给各位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 那更重要的是处理你手中的股票 红达电 122143跳到142到163的区间之后 我师父跟各位讲 现阶段你最好不要再去什么 不要再买 因为他要回测一下 他的一个第二个一个什么支撑区间 但是要做价差我们再来做 有没有 加倍奉还 大家都爱讲红达电你要加倍 你要怎么加倍奉还 你现在不过是在等解套 你现在在怎么加倍奉还 那是不可能的 有没有 你与其等解套 你要想办法按照规划一步一步来 这个我们都有想办法 我们来帮你做规划 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做 我们现在也在做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师父告诉各位 你要注意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1分26秒的故事 当初我拿出来这个时候 很多观众朋友讲说 滑通我有看到 但是有看到你也不敢买 你有没有发觉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大部分的投资人 大部分的一个观众朋友 你会等到大盘今天怎么样 大盘今天滑通往上拉的时候 你会想要去买 可是观众朋友 10月17号在哪里 在这里呢 你有没有发觉13.75 13.8 你是要买在这里 还是要追在这里 这个当然你要有你的一个操作的逻辑 不是说王建文说了算 只是我把我的方法 我跟你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是什么 我们需要是一个操作的方法 而这个操作的方法 在我所学 在我的经验里 我会告诉各位这样做 包含像F连德一样这样做 包含像也许你今天 去买了一些 所谓法人的索马骨 就好像你去买剑桥一样 很多罗资片想说尾盘杀下来很紧张 不用紧张 因为你要我来带你怎么做 告诉你那个点 第二次加码的点在哪里 这个才是重要 今天有那么多担 今天要担 来 这是联发科 联发科其实在这波的一个震荡里面 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还是要维持一个盘间的结构 甚至要过高了 这是2313的滑通 1分26秒的故事 为什么要讨论到1分26秒的故事 因为现在传小米要到台湾设点 小米要到台湾设点 相关的概念股 它是最大的受惠者 今天华东直接拉掌 密一亩良田好好的耕耘 现在就说我们有没有办法 再找到一亩良田好好的耕耘 然后呢 然后你能够从这亩良田里面 我们把自信心抓回来 我们把股票市场操作的一个方法找到 我们把什么 我们把真正能够掌握的一个利润 把它给掌握下来 这个才是我要做的 我还是要告诉各位了 跟我来做 我们做的是方法 我们操作的是逻辑 我们不是要每天各位去追股票 追股票有什么难的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到相对低档的股票 然后好好的把它做上来 你会从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 你为什么 第一 你股票你已经调整清楚了嘛 第二 你的自信心回来 你知道股票市场是有钱赚 更何况这么好的行情 你为什么不赚 这行情这么好你心里没败 这行情这么好你心里要给它放棄 没错你知道吗 来 谁说做股票一定要看利多用追的 13.75 13.8就是10月17号 要赚钱除了方法还是方法嘛 我准备好了 而你呢 你看到今天利多再来涨再追 如果明天滑通的量缩了在这边震荡 你是不是短线上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同样的道理啊 今天大家面对这个行情 也许面对不同的状况啊 每个人所面临的一个行情 就算一样的 但是你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好奇怪 方法还是方法 来 这是什么 这是我要跟各位讲的嘛 当初跟各位讲Google概念股嘛 有没有 Google概念股创历史新高嘛 Amazon创历史新高嘛 Google还是在创历史新高嘛 有没有 Google还是创历史新高嘛 Amazon在上个礼拜后创历史新高嘛 有没有 所以这档股票你还是要注意哦 为什么你要注意这档股票 因为理由很简单嘛 明年的一个相关的题材里面 Big Data 就海量资料 云端巨量资料 是最重要的一群嘛 法人都在看这个报告嘛 法人对Google跟Amazon的报告 现在在追踪他们创新高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写 最快的话 10月底 11月初会出来 11月初会出来状况下 你没有发觉他的营收上来了 那最后法人要索码什么股票 除了 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凭良心讲真的很重要 这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觉得我能帮你 有时候 让我来给你赌三天 大家比较轻松 来 另外就是这档 那这档你没有发觉 大涨 与其看指数 大部分看股票 怎样 再创新高 你要掌握上车的机会 那除了华通之外 除了联德之外 旺宏你也要注意 这个你都要注意 很多的一个操作的逻辑 你把它想清楚 真的 我说实在 真的 真的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还是说你真的 股票都按 你感觉说 像很多的一个媒体讲 好闷好闷好闷 我们想办法让它不闷嘛 不闷之后 你就知道该怎么 信心就来了嘛 对不 这我有法度给你赌三天嘛 来 这是我亲自的啦 我想名额有限 好好把握啦 我们下个 明天 明天继续来看这个行情 到底该怎么发展 本投资公司 有所推荐分析出各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成真ic公司 尤其是 尤其是 变成的 并自负投资机 变成的 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最结实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版网站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固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固德 免费服务月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复合式卖场到明年能够展电到五家以上 您好 欢迎光临 您好 您好 您您请 您好 店员忙进忙出 编发传单还要招呼客人 忙得不可开交 台湾最大3C通路龙头灿坤 扩足餐饮市场再下一城 目前这个是第一家 那我想我们会很快的再展开 那明年希望能够有至少有五家以上 我们希望能够让消费者 在这一个店里面就是一次购足 一次满足 600平超大店面 上下两层楼的富豪市卖场 把集团内所店家通通网罗在一块 包括餐心旅游 震担通讯 餐饮事业的发式甜点 日式猪排店 还有吃下四层股群的连锁水饺店 也包括在内 一路从3C到餐饮 抢供消费者荷包全部通吃 以这一个文德店来看 我们平常一个月大概有上